小师们,阿宝老师 在在晨晨期的这个菜鸡 如果是买罐头 已经有使用过 要保管菌有味噌 在最近也要经济了 但是因为 在小麦时期 他怕什么 利用这个 经常手机的 想说 让你先吃的东西来罐头 这要怎么使用 有什么要注意的事情吗 嗯 这个在买的时候 这一尊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 就是说 呃 其实如果我都请来 跟田中宾友共调 譬如说 你如果乌旗 这斩子也是雨季 就容易堵到 让我们 我们灌这种亚磷酸甲 金墙手这个东西下去 那么这个东西最重要的 这个目的就是说 它可以 参行到这个抗病性 这个增强 这个免疫 这已经都不用再受责了 然后开始在这个疫病的这个方便 啊 尤其过了 在这个疫病的这个方便 但是你由它灌到它有效果 那么最少要半个月 最早要半个月 所以啊 这一尊 如果说 无级 你可以连接管 比如说我把它管下去 再过十天再管 再来你就差不多半个月管一次 那么 就可以整大地 这个很多这个病 甚至你到管三病后 你可以噴效品 那有的人灌头会用五百倍 你知道要不要灌那些重 你知道要灌一千倍 你同样用一千倍 就是说啊 夾它灌一灌 到快 它的太小脏 你把它灌更重 它的亚磷酸会太多了 所以会产生它的这个 在代谢上的解解问题 所以有时候它会像这个磷酸一夹 那种功能的在那洞涨洞涨 当然没那么明显 但是就是说 我们尽量不要让它有这种 很好的 因为有时候等你看到 看到它灌了很多洞涨 它的筋还是有 酬用没对 但是那个筋的量有较不足 所以这给我们好朋友 稍微注意一下 所以在用的时候 大概就是一千倍的罐头 八百一千都没好 不要用到五百倍 水量灌给充足 在那个藏 甚至 我们要用一千倍 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我可以洗藏 兼罐头 就是说我整个蟋子都把它淋下去 那么它蟋子 它也有辦法吸收这个亚磷酸钾 在宅来会继续健康的 这大概是这样的 那么另外就是说 这个亚磷酸钾你在用的时候 那么 似说你如果是要加 其他的这个 加其他的这个这个东西 所以 并说你要含其他的东西去 去南做会 并说假设你要南其他的东西 做会来应用的时候 那么 可能 你会可以来 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 爱生萤幕开 其他的东西 比较好加 这样 有的人会跟你说 有的建议说这个亚磷酸罐头可以灌到两百杯 对啦 我知道那两百杯 一百杯也有人在灌 但是在这边 不然要跟你讲到 就是说我们的材料 最主要是我们的材料 所以你如果 去有当时 灌那么厉害 你把它戳到的时候 这个 就有比较麻烦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这个得力 所以 那么这让我们 就有提前朋友 你少了解到 你在炒的时候 譬如说 我们这些油在用 算 你如果要跟其他的农业做会用 其实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是中性化的 这个亚磷酸 亚磷酸夹 所以你现在 跟其他的东西要用 那么你最好的 先把银子开 还要加农业 要加什么 你做会来用 那么 其实现在这个挺方便的 所以 这用起来的好个 这个还不错 所以呢 这里给我们 就有提前朋友 就做这个了解到 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